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关于如何利用Facebook找亚马逊测评的思考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询问如何在Facebook上找测评的人突然增加了不少 可能是过去写过的某篇相关的笔记,恰好被那几位朋友看到了吧 刚好最近干了一件事情,就是用小号去加了服务商群里面的一些服务商,了解了下目前测评中介的市场行情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家如果希望了解一个板块资讯,其实也可以试试多添加几个能够提供服务的服务商,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只要去深入了解了,那么就能知道究竟该怎么样的了 之前的Facebook测评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考下之前写过的一些笔记 以前写过的链接大集合 https3w.件数.comp699244cf5f210 关于亚马逊如何摧平的相关思考,以及找到贴心卖家知识的方法 11.181124-1125这两天,学习的亚马逊 推广套路,小杰12.181122-感恩节亚马逊站外如何找美国本土红人资源的线上,讨论小杰关于Facebook 亚马逊站外Facebook,引流探讨主要记录如何找到亚马逊站外Facebook YouTube的优质红人联系方式 亚马逊站外Facebook,近期操作心得交流完以后的小小感悟 亚马逊Listing免费上传视频的方式有多少种? 181107线上,亚马逊站外Facebook测评的主要流程 NDeal分享交流讨论小杰Facebook测评流程 1.使用群组的卖东西,Sale功能,发帖内容参考 产品名称,地点,美国价格 0.如果是折扣码,就写实际折扣价格,发帖内容 US only,review required,产品名称 Anyone interested,TLSTME,点击下一步 一键群发操作,让每天的信息获得更多的曝光 每天都需要添加三至五个相关的小组 2.有人有意向以后,群发消息参考 Hello,for this product,可带上产品名称 We need review,and we will do four refund after review If you agreed,I can provide a way to find this product And please show me the profile screenshot Thanks 3.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记得给出找产品方式前 先检测下买家profile 当对方同意这个条件的时候 一定要将对方的Facebook主页到卖家之家的测评网站上去检测下 只要多了这一步,就能避免一部分损失了 由于过去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被骗子恐吓以及流评返现以后 删停退货以后的无赖 这个时候,将Facebook主页链接到测评黑名单的网站上去检测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都中招过 那么以后,先去检测下 至少不会和这样的人进行合作了 那家之家测评黑名单提交地址 各项都看起来没啥问题以后 给对方查找产品的方式如果实在有问题 那也没办法了 交个学费吧,各项没问题 是指 第一,没有在测评黑名单里面搜到对方链接 第二,不是一个全新的账号 第三,没有一天评价特别多的产品 等 By the way,大家如果有发现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也欢迎在文章末端或者在微信上和我分享 如果找到产品,提前编辑好话术 那么就可以快速的搞定了 五,有人同意这样的合作条件以后 再进行下一步,提供查找产品的方式 合作成功或者不成功都可以在群发的一条信息 积累测评买家资源 If you want to get more deals or new products You can join in our group Or like our new page Groups, main page Thanks 经过实战发现 品牌主页以及粉丝群的积累 还是非常有效的 不然每天群发群组消息 假设某一天自己已经积累了100万家的关注用户 哪怕活跃度只有0.1%,一天也能够创造至少1000条消息了 所以建立好自己的群组以及主业 同时也可以引导购买过产品的买家关注 这样的积累,那么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群忠实用户了 这个留存的动作真的非常重要 那么该如何说服对方为自己测评呢 其实只要数量多了以后 就不用去说服了 只要设定好自己的条件 停后返线 包手续费 或者不包手续费 反80% 还是全额返线 都是先说清楚 做成模板 再根据具体遇到的人具体发送 亚马逊Facebook站外测评 做了一年多时间 发现其实不管是设置了什么条件 只要坚持去曝光 那么怎么样都能通过对应的信息 找到对应的人 比如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小伙伴 希望加入Sunny的卖家交流群 那么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 微信群 即可获得加入微信交流群的方式 加微信和在Facebook上加外国测评人员一样 差别只是在于不同的SNS 媒介平台罢了